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宝妈 宝妈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家两个孩子 姐姐特别珍宠的这个事情 想请何老师帮我支个招 我说郑女士 我跟你讲 你问我真的是问对人了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真的吗 非常善于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来 因为娜娜家里也是两个宝宝 你好 我是那个 你好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太知道你的这种感觉了 因为我遇到这个问题 我也觉得特别很难 我比较多的是转移注意力 就是比如同样在抢一个玩具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就 我就往天上一扔就不见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把它藏在 两个都不完 藏在后面 然后就开始变魔术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演出 家里也是我的舞台 我就 这里有没有 那边有没有 你就让他们去找 找的时候 也是一个是也在运动 然后他们也觉得是游戏 现在是我 每一天都会 甚至每时每刻 跟他们在一起相处 都会遇到的问题 而且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跟你说 我觉得带孩子比我工作累多了 比如说他们现在为一件事情哭了 然后我不会就这件事情 两岁孩子 我不可能就这件事情 跟他讲道理 你说你们怎么这么 我肯定就会开始 用很夸张的方式 把他们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哇 你看我妈妈演一个霸王龙 然后妈妈演一个 你最近真的很爱演霸王龙 小猫咪 我最近很喜欢恐龙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喜欢我恐龙 现在每天他们 哇 太好笑了 对不起 我没有 我觉得这真的 想要做好就会有压力 每个妈妈都想要做好 然后每时每刻都会有不同的烦恼 吗 有 March 四月 没 大 对不起 对不起 二 进